菲律賓倒破一個電訊詐騙集團 勾出過千個懷疑被禁錮人士 包括香港人 菲律賓警方過去星期四 在馬尼拉爾崩大約90公里 馬巴拉卡特的幾棟建築中 勾出1,090人 主要來自中國、越南、印尼和菲律賓當地 包括本港、台灣和其他東南亞地區 他們在封閉式管理下 每日被迫工作18小時進行電訊詐騙 以歐美人士為目標 由於他們購買加密貨幣 或者以網上成員形式行騙 當局抓了最少12人 包括7個中國人 將會被控犯運人口罪